嗯好我看到同学们在陆陆续续上线 呃那如果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 并且看到我的画面 呃麻烦在这个Q&A的Session里面给我打一个1 好我看有同学回复了 那谢谢大家 呃那大家如果是呃第一次使用Zoom这个系统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屏幕下方有一个写着Q&A的这个地方 然后大家如果讲座过程中呃对这个老师讲的内容有什么疑问呢 都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先敲在这儿 然后我们讲座的呃可能最后5到10分钟会给大家统一的去解答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是请到这个Aluxio的核心开发工程师 给大家讲这个快速数据分析的捷径是什么 以及在Spark上面运行Aluxio强强整合怎么实现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呃今天主要是讲这个使用Aluxio作为Spark的程序的 呃如何去使用这个作为Spark程序的Io接口 然后如何使用这个Aluxio来保存并且读取Spark的RDD以及DataFrame 呃还有就是如果去解决这个Spark的集群的相关问题 以及这个统一不同的储存系统等相关问题 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范老师 可能范老师是呃砍了一金梅龙的 呃Community Science的PhD 然后也是Aluxio的这个创始团队的成员 呃还呃这个范老师之前也在Google的时候也拿到过这个Technical Infrastructure的这个Award 呃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数据用学院这边 呃数据用学院是北美的一家一阵市的专业人才输送机构 我们是给呃北美留学生提供求职的最佳路径 那我们是在这个月底3月30号有一个数据科学家的求职训练营 呃主要是讲数据科学 但是呃大数据的这块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 如果你是想要在这个相关领域求职呢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屏幕上方的这个二维码来加我们的咨询老师 那同时这个课我们是会带着大家去做开口比赛 也会有课内的project来丰富大家的简历 呃总之如果是你觉得有兴趣呢 屏幕上的这个邮箱啊电话还有微信都可以联系到我们 那呃预告一下下周末的公开课 呃下周是 哦今天今天是如果是在北美的同学正好是换那个夏令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都特别困 然后我们这海报之前做的 所以这个PST和PDT有的没有换 嗯下周六的上午 每期时间的上午十点我们是讲这个 嗯数据科学家的简历应该是长什么样 应该有哪些要点 然后周六的下午是一个针对 嗯可能更偏这个 Compressize或者Sophie Engineer求职的 讲这个比如说 呃Liquot说现在有一天到起了 那你到底应该怎么去安排 刷题等等的相关知识 然后下周日的晚上就是 跟现在的时间是一样我们是讲这个 哦我们是邀请了一个之前 嗯之前是上那个DataSize那个求职训联营的同学 然后他现在是呃应该我们请的是一个拿到Facebook offer的同学来 他来讲一讲就当时面试的时候的这些相当于心酸的过程吧 那如果是大家对呃任何一个公开课感兴趣 你扫这个对应海报上的RA码就可以直接报名 好那我现在把我的这个屏幕交给到呃范老师这边 然后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哎非常感谢哈兰大家好 我是范斌呃我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Alert就和Spark上的一些工作 然后呢我现在先我有些slides我先把这个桌面给共享一下 稍等 所以我 所以我现在是进入了一个全屏的一个模式 然后呢呃如果是Helen这边你看看到了一些大家反应会 比如说有些问题呀或者什么的 你就可以跟我说一声好吧 嗯好没问题 好的所以大家能够看见我现在呃共享出来的一个屏幕吗 我的一个slides 可以的 好的好的啊行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呃我是刚才Helen也介绍了一下啊 呃我和我们这块的一些呃今天要讲的一些内容 然后呢我在这里稍微再多说一下 呃首先呢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关于Spark和Aluxo这样的一个数据站这样的一种联合使用 呃后面我会介绍一下关于Spark还有Aluxo还有这两个之间的一些呃渊呃呢 那我们最早的时候比如说都是从同一个实验室出来的两个项目 然后呢包括呃为什么会有这样两个不同的项目呀什么这样的一些故事 我之后会共享一下然后呢后面呃我会介绍一下今天呃这是我自己的一些介绍吧 我刚才Helen都已经提过了我之前的时候呃我是在Aluxo共职是整个这个方定团队的成员之一 然后呢也是这个open source项目的这个member呃PMC member 然后我是之前在卡瑞及梅隆呃读computer science 然后也是在分布系统和存储系统这一块呃做的一些工作 然后后来加入了google然后从google离开呃加入了这个Aluxo的一个创始团队 然后底下有我的twitter的handle和我的github的一个ID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 然后呢呃sorry对我后面呢会介绍一下这个今天的一个outline 首先呢会呃给出一个technology方面的一个overview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项目 以及他呃就在我们在我们看来Aluxo包括spark在这个ecosystem是这样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在这个stock当中 然后呢我会稍微呃go hands-on可能会给一个介绍更多的一些details在比如如何在spark运行 Aluxo两个相互一起运行这样的一些经验介绍一些具体的一些嗯具体的一些实力代码实力 然后呢最后有时间的时候我会给大家看一些demo 嗯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故事事件呃by the way 对刚才我听到hellen说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呃写在我们的chatbox里面然后最后一起来回答呃其实hellen我这边我有个建议哈 如果同学有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在我比如说听论的中间跟我呃就是提示一下 因为我这里在全评阶段我是看不见所以我是一般喜欢在这个整个呃present的过程当中来回答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说能够更早的 帮同学比如说解决一些疑问呃或者这样的话效果我我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一种过程就interactive一些好吗 好那我看就跟您讲对您看到有问题的话就跟我说一声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来go over一下我们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呃呃大数据生态史的一个发展过程 那我们首先把时钟望回播我知道今天咱们是从呃呃标准时间进入了夏令时但是我们这个时间呃尺度更大 不回到比如说10年前呃15年前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个时候呢google刚刚发布了呃呃大家现在被称为三驾马车的三篇论文就是什么呢gfs google file system 还有包括ma produce和big table啊这三篇论文发出来以后当时呃可以认为是一种识破今天这样的一种效果吧 然后大家呃特别是从学术界还有很多其他公司的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学术论文以后都觉得哇原来google是这样去解决他要面临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什么一个问题呢其实就是google当时是需要把自己所有这个抓下来的这些网页啊什么的给存储下来 做一个index这样的话你以后search的时候可以做这个index吗 但是这样的话就会涉及到大量的海量的一个数据文件对吧呃所以在最早的时候google的两个founders他们自己写了一套系统 叫做big files但是不是很work后来呢他们就呃包括Jeff Dean啊这些牛人呃在2000年之前的时候加入google的这个团队以后呢就写出了像google file system这样的一套 非常经典的一套系统然后包括在google file system之上出现了呃如何存储结构化数据就是big table以及如何做一个海量数据的这种呃分布式计算就是 就是框架就是map produce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思想在这里边所以在google发布这一套论文之前的三篇论文之前呢 学术界或者工业界的整个思想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的那就是说我怎么样能够把我这个单一的这套机器变得更强更牛 比如说装备更多的内存或者是让他cpu更牛这样子的话我可以让他处理的数据量更大或者他的一个性能更好 但是google当时因为要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实在是太大了如果是靠这种呃现在被称为叫做scale up 往上呃扩容的这种方式的思想的话那么他所带来的这个成本压力实在是太大会结束不了 所以当时像jip diana他们提出的是另外一套思路是呃水平扩容或者叫做scale out 所以这个同学们如果是以后在面试的时候 听到面试官提出来一些问题里面 提到了scale up或者scale out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 所以谷歌提出了这一套想法之后 发了几篇路纹 但是他们的内容 他们的原载码 他们的系统并没有开源 也并没有被外面的人可以拿到 但是在开源社区里边 当时雅虎的一些工程师看到了以后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一个思想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套很牛的思想 给付诸实现 所以使谷歌以外的人也可以来跑 类似于Google File System 然后来跑Maproduce这些东西 所以他们就开发了一套ecosystem叫做Hadoop 然后最早的时候 你如果是回数到最早的时候 Hadoop其实它的东西 它的component它的组件非常简单 存储就是HDFS 然后它做处理就是Maproduce 甚至它们的代码库什么都是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的 然后就是 这就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 就大概2007年到什么 2009年这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能够在Google以外 做大数据处理的一个 state of the art 所以当时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念我的博士 然后我是在博士二年级的时候 开始做一些这块的一些研究 当时就选择使用这个HDFS来做 所以当时我们在HDFS上还做了一些挺有意思的研究 后来被Facebook拿去就是转化为一个实际的一个系统 然后现在已经是 当时那个思想其实就使用这个read 这种与自判阵列的思想放到HDFS里面 所以在前两年 大概一两年前发布的HDFS3里面 这个东西已经被正式做到了HDFS里面 但当时最早是我和我在念博的两个小伙伴一起做的一个class project 也都非常有意思 但当时这套系统实在是 怎么说呢 就是只能使用Hadoop和Hadoop的Maproduce和HDFS 实在是非常有限 而且当时你如果要部署这个的话 只能有唯一的这种方式 就是说一种混步的一种方式 你跑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上既要跑HDFS的这个data node 又要跑Maproduce的这些计算的这些节点 所以这是混起来的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谷歌在写paper的时候说 这是一个很牛逼的一个思想 这叫做move compute to storage 所以我们尽量节省网络带宽 我们尽量不要把这个数据读来读去的 而是把这个计算 比如说你这个计算需要用到这块数据 能把这个计算扔到那块数据上去 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核心思想 一直贯穿到现在 一直到Maproduce的Hadoop的现在 比如三点几 它一直都是以这个思想来做 但是实际上谷歌内部早就已经是move away了 所以这个是在早期的时候 你选择非常简单 只能使用Maproduce和HTFS做这个大规模的数据处理 大家这块有没有什么问题 哈喽这边没有的话我就接着再说 没有 好 刚才也说到我们这块呢 其实选择非常有限 那么就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Maproduce本身这个计算框架 它适合做一些比如说像排序 就是sort 或者说是这个做word count 就是做这个磁频的规整 做磁频的aggregation 这样子的一些 一下子把整个数据全都读入 然后做一些处理 然后在整个输出 这种很适合做这样的一套数据处理 如果大家就是说 现在其实还是在很多面试当中 都会有可能会考到 如果我这有个海量的一个 比如说文本 或者怎么样 怎么样能够来处理 但大多数的时候 最后答案就是说 其实写个像Maproduce一样的一个程序 或者一个paradigm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Maproduce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现成的一个program 一个现成的一个framework 所以大家可能就理解这里面 他们是怎么样去写这个mapper 怎么样去输出 mapper的输出 然后怎么样利用mapper输出 放到reducer 怎么去处理mapper输出的这个逻辑就可以了 但是另外一点 我想强调的是说 这一套framework 其实只能是非常有限的一些场景 但是在当时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 前后的时候 也没有更好的一些选择 但是大家所有的这些应用都必须得 如果就是说 比如说希望能够跑在100台机器上 或者是更多的机器上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计算 你只能够使用这套framework来写 所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 我这里举两个小例子 一个例子是当时我写一篇论文 这个论文是要做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计算模拟 是需要有这个就是输入数据很大 输入数据量很大 是因为要有很多年的这种数据中心里面运行的数据状况 比如说添加节点 添加数据删除数据这样的一些event 然后我要做一个simulation 然后根据不同的一些policy能够计算出来 比如说在这种policy底下 我的这个算法能够多大一个增议 在那种算法底下 在那个policy底下 我的算法有多大的一个增议 在这种情况底下 因为数据量特别大 单机跑一个 我最巧的时候写了一个单机的一个python的一个script 跑着跑着就爆掉了 因为机器的内存不够 后来我就想 那我当时学校里面有一个 大概是80台节点的一个 Hedupt cluster 我想怎么样能够利用那里面的一个资源 然后就写了一个maproduce一个程序 但是实际上这种simulation 是非常不适合写在maproduce里面的 因为它是一个前后强关联的 比如说我第一天 然后的这个输入 跑了一个东西以后 那么可能会影响到 第二第一天晚上结束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那么第二天的时候的输入 应该是apply在这个第一天结束的这个状态之上 所以这个就很难 通过maproduce这套东西来模拟出来 所以我能够最多做到 就是说通过maproduce来把这个输入分解成 比如说几个若干个月 然后每个月单独跑一下 这样实际上仅仅是利用这套框架 然后帮我分布式的来做部署 和分布式的运行 对 但实际上并不能够帮我解决一个 我希望能够连续跑三年 或者跑五年的数据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它是一个强相关的一种模拟 所以这个就是说非常不适合 maproduce它有它的这个limitation 然后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做NLP的一个同学 做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同学 他也是 我们正好碰巧都是用的是同一套机器 所以我有几天就发现那些机器 老是申请不到资源 就很奇怪 后来有一天他跟我吃饭的时候跟我说 他也在做同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他也是非常需要用这么多机器 所以他刚才就写了一个maproduce的一个任务 然后这个任务其实什么都不干 就是把这个机器给强占住 把这个资源给强行的给拉住 然后他在这个maproduce底下 底下拿到了这些资源之后 再去做其他的一些自己要做的一些事情 这样子的话 然后同时他可能比如说调个参数干嘛的 可能再重新跑一下 他就不需要再去向这个整个scheduler 再去重新申请资源 因为他一直把这个资源给霸住了 我说好啊 原来我申请不到资源 就是你在那里嗨着的 但是从这里 我其实这个小故事 只是说当时的话 你确实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选择 这个选择非常有限 而且甚至maproduce不适合做这些事情 大家也必须要用这个事情去做 这个框架来做 但是你看一下 今天咱们的选择就会非常不一样 从maproduce 依然还可以用啊 然后有更多的像比如说像spark 像这个比如说做这个实时的数据交互的 比如说presto 还有比如说做 做一些deep learning啊 什么做一些AI方面的一些training的 这些的一些新的一些framework也出现了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你有海量的数据 你也不需要一定是存在 Hadoop的HDFS之上了 那最简单的就是说像亚马逊啊 或者说是像谷歌啊 微软啊 他们也推出了自己的这些云存储 而且也是相当便宜 甚至是比这个HDFS更便宜 去做这个scalable的这个数据存储 然后同一方面呢 同时呢 这些传统的数据vendor 他们比如说制造设备的这些vendor 他们也开始推出了自己一些 针对分布式计算 针对这个分布式大规模数据应用的 AI应用的这样一些存储设备的一些 包括他们的一些接口啊 整合他们的一些接口 所以呢 所以从今天的角度来说的话 你其实是有更多的选择了 你要做图处理的话 有专门的系统 你要做streaming系统的话 有专门的处理 从这一点来说 从选择上来说的话 现在的如果你是做数据科学 或者是做这个大数据的engineering的话 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年代 你有很多的不同的选择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也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我怎么样能够保证我的数据 能够被 比如说我存在不同设备上的数据 都能够被他们访问到 从另外一点上来说 我写了一个程序 比如说是用Mapreduce来写的 我怎么样能够保证 他能够读到 可能存在不同数据上 数据源上的一个数据 甚至可能是同时 一部分存在这个里面 另一部分呢 存在另外一个里面 怎么样能够保证 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接口 这样一个数据管理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在选择变得越来越丰富的 同时带来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能够让数据科学家的任务 或者说让他们的life 更加简单一些 而传统而言的时候 目前而言的话 很多公司里面 对于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一种方式来处理 叫做ETL 写数据的导入导出 把数据从一块地方 导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从一个地方 从一种格式 导入成另外一个格式 放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样 数据科学家才能够开始 开始干活 把这个事情给 把这个数据给接进来 开始处理 但这样的话 其实相当的不够的 不够有效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也是我们这个 Alexio这个数据团队 我们这个团队 创始团队的一个vision 就是我们认为 在这层之上 其实是在数据和存储 在这个存储之上 在这个数据之下 其实是需要另外一层 新的一层 我们把这层称为 叫做Data Orchestration 叫数据编排层 那么它呢 其实能够提供一个 智能的一个数据管理 它能够针对上层应用 所需要的不同的接口 和不同的读取方式 比如说提供给你一个 简单而易用的一个接口 比如说对于大数据的 这种存储格式 这种应用程序来说 HTFS的一个接口 可能是一个最优的 一种接口 因为它提供一个 Data Locality 这样的一些查询 就是说不仅仅是读这个数据 还能够知道这个数据在哪 这样的话可以优化 它的这个运行时 对于这个普通的一些 我们叫做一些Legacy的一些程序 或者是比如说 现在更加流行一些的 Deep Learning Framework来说 它们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个 类似于Posix这样的一个 Posix就是传统的 Unix这块的标准的一个数据接口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些数据 认为它们是在一个本地的 一个文件家里面去这样读写 还有对于一些新一代的一些可能数据应用 它是可能会认为数据有很多不同的 Object对象而组成 就是海量的Object 每个对象可能没有那么大 你这个可能是一个类似于S3这样的一个接口 所以这个是Data Orchestration Layer 来做的这个事 同时呢 它底下可以对接到不同的文件系统 或者是一个Object Store这样一边 比如说可以对接到HGFS里面 可以对接到YamaS3 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不同的 背后的这些数据源 这样就可以使得上存的这些数据消费者 它的逻辑特别简单 它只面对一个抽象过的 一个逻辑上的文件系统 而具体这个文件到底在哪 怎么存的 使用什么样的一个library 什么样的一个版本 然后它离我有多远 它不需要去关心这个事 所以这个是我们是 这是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vision 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底下 这个大数据的数据战 就会变得更合理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的 我们的一个implementation 就是Alexio 稍微说一下这个 一点点history吧 Alexio它和Spark一样 其实都是诞生于 Berkeley U.C. Berkeley的一个研究项目 最早的时候呢 Spark和 是在U.C. Berkeley这块 像Matea 他们最早的时候在做这个Spark项目的时候呢 要解决的问题是说 我能不能把更多的数据放到内存 利用这个内存资源来做这个事 因为当时有一些这个projection 就是看大家看出来这个内存 在以后会越来越便宜 而做Hadoop这样的一套计算呢 很多时候 它是越来越多的 是很多 比如说就做MapReduce吧 它很多时候是依赖于硬盘 这个reliable的这个硬盘存储 然后呢 如果你是写 特别是写一些Machine Learning的一些计算的时候 它会有大量的硬盘读写的这样一个过程 反复的读取HDFS 然后Spark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事情给规避开 使用内存来做这个计算 同时呢 又能够保证这个数据 如果在有一些数据失败的情况 有些计算失败的情况底下 怎么样能够让这个数据 输出数据最后还是一样的完整 对吧 就有些Lineage这样的一些计算在里边 所以在2010年 2011 比如说2012年 2011年的时候 Spark开始做这些尝试 当时是作为一个研究项目来做 然后呢 当时Aluxo 在Berkeley 还是叫做Takian 它的research name叫做Takian Takian呢 是因为看到了在Spark 流行起来以后 很多人对Spark的一个评语 就是说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 但是呢 怎么样能够减少我对这个内存的消耗呢 因为毕竟啊 虽然内存比以前更便宜的 但是相对而言 其他的一些存储资源 那还是一个比较珍贵的一个存储资源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 怎么样能够让不同的Spark任务之间 可以共享一些内存资源 减少对这个内存的消耗 还有包括减少这个Spark的那个本身 垃圾回收这个GC的一些压力啊什么的 这样子的 在这种情况底下 就是说 那我们觉得这个任务应该是交为一个单独的一个服务 而不是在Spark里面去解决 所以呢 后来Takian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去发展 你可以认为当时 Berkeley当时是提出了一个想法 叫做BDAS B-D-A-S-S-R B-A-D-S 这样的的 这样的一个 不对 是一个BDAS这样的一个Stack 这个Stack就是说 是Berkeley Big Data Stack 然后呢 它里边Spark就是作为计算的这一层 而Takian 就是Alexo前身呢 是作为这边的处理的一层 就作为这个Spark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 Complimentary对它的这个很多不足的地方 一个Complimentary 对这个大概就是简单的一个历史 就是相当于是说 是由最早在同一个实验室的 同一个导师 手下的不同的学生 做出来的两个系统 然后针对的是 大数据协议战里边不同问题 分别是做这样的一个 两个不同的系统 那么这个刚才也简单的提例一下 是说 最早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大家这个想法 说我要把这个 Spark sorry这个title是一个写错 一个title 应该是Spark on Alexio 应该是几个目的 第一是说一个数据的data sharing 让不同的这个Spark context之间 可以做一个数据的共享 第二是说 在这个Spark application 比如说 你为了避免 你crash了以后 丢失所有这个Spark的一些状态 你可以把这个数据给快速的 cache在Alexio里面 还有包括怎样能够减少memory的这个存储 memory的usage 还有包括减少这个垃圾回收这样的一个消耗 如果大家不是很了解这个垃圾回收的话 就是说 这是如果是做Java这个stack里面的话 Java它最大的一个优势 相对于C++之类的 就是说你不用去显示的管理指针 你申请了 你从堆上面申请了一个指针 变量了以后 那么在C++里面 你是需要把它给回收的 C或者C++里面 你是需要通过Delete 或者是其他的Free这样的一些Operation 把这个内存资源给回收进去 但是很多特别是一些 没有经验的一些Programmer 或者说是一些比较粗心的一些时候 就是哪怕是很有经验的一些Programmer 在粗心的时候 都会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 或者是有些异常处理的时候 就很难catch到保证这个资源 一定会被回收 这样就会导致这个叫做 内存泄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而对于Java来说 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 所有的对象的引用 它是由自动的 是由系统自动来做 由Java的run time自动来做 Java会记住这个object 被比如说引用多少次 所以你并不需要去 作为一个Programmer来说 你并不需要去显示的 把这个对象给释放 这样子的话就减少了 这个内存泄漏的风险 但另外一方面 就有可能因为会出现 系统自动的做自动的回收 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个 不是最合适的时候 做这个资源回收 会影响到性能 所以这个是做这个 Big Data Stack或者AS Stack这一块 很头疼 经常会遇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的系统全都开始跑GC了 就是garbage collection 然后性能就会大幅的下降 那么怎么样能够把这个 给处理好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 让很多工程师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那这里就是稍微做一些 更多的一些动画演示是说 为什么Spark 比如说在两个Spark 不同的这个Spark任务之间 他们都是在读同样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这里面是从亚马逊的S3里面读这个数据 但是这个数据如果是放在Spark里面的话 它肯定会被变成了两份 对就是说两份它里面都要存同样的数据 因为Spark任务之间 它是不能够做这个数据的共享的 Spark是这个计算 它有个管理自己内部计算内存资源 但是说两个不同的计算任务之间 它是很难做到一个共享 所以你如果是需要做这个数据的这个共享的话 你唯一能够做的事就是说 把这个Spark任务里的数据 写到一个外部存储里面 比如说在这里面给的例子是一个S3 然后呢下一个这个Spark job 它就可以从这个S3里面把这个数据给读出来 这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 就是说你可能会读写比较慢 或者说是读写不是很顺畅啊 因为这个可能网络出现问题啊 或者一些什么问题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的话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这个Spark里面的东西 可以写到Alexio里面去 因为Alexio可以做一个in-memory的storage来配置 然后这样的话写的话就会非常慢 然后下一次的时候下一个Spark任务 就直接从Alexio的in-memory存储里面去把这个再读出来 然后呢比如说你可以通过一些设置 说这个数据我可以或者是就不忘外部存储里面写了 或者说是我是一部的方式往外部存储里面去写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使得这个程序的运行 达到一个更优的一个状态 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比如这也是比较常见的 刚才我也给大家提了一些关于GC啊 或者说是什么呀 在这种GC压力大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任务就崩溃了 崩溃了以后这里面任务里面目前存的这些数据也就丢失了 当然Spark可以说是我可以重新来跑这个任务 把这个结果给恢复出来 但这样的一部问题是说 当你的比如说数据的input是在一个比较繁忙的一个外部存储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你重新恢复这个Spark这个数据的一个状态 可能就会比较慢 对吧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这个资源的竞争啊 或者这样一些问题 所以有一种方式去这个里面给了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这个因为你可能写一个bug 然后这个Spark的任务就崩溃了 会导致你这个在Spark这个GVM里面 Process里面的这些数据状态 也同时都丢失了 所以换一种方式来做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数据可以 cache到Alexio里面去 然后呢通过 Alexio里面被cache的这个数据呢 下一次如果你发现了这个crash 那么你就可以 直接restart了你这个Spark 然后呢可以把这个数据给读出来 就从这个Alexio里面读出来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去从这个Slow的这个外部存储里面再去读 而第三点呢是关于这个 Memory的这个consolidation怎么样 能够把这个 内存资源可以有效的应用起来 比如说如果是同样的一个数据他 放在S3里面然后被两个不同的 Spark的任务所使用 那么 这样子的话这个任务就相当于是在 Spark里面占用了两份的内存资源 而不是只有一份 这也刚才提到了说Spark Spark 任务和任务之间它是没有办法 共享它的 Inmemory这个storage 但是很多时候呢 这些任务 你可能这些数据的话 其实可能就是存到从Alexio里面去读的话 比如说你把这个 RDD的一个形式存在Alexio里面 就是把这个RDD 你不用存两个RDD分别在两个不同的Spark里面 而是 比如说把这一种文件的形式存在Alexio里面 然后下一次的时候 需要用到这个 你就把这个从 这个文件里面去读 从Alexio里面去读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这个文件的数据就不用 Duplicate在不同的Spark 任务之间 就可以使它的这个 内存资源的消耗 更加合理 更加节省一些 后面说一下比如说Spark和这个Alexio 到底是怎么样做一个整合 其实那非常简单 你就直接把这个 文件地址 它的这个 换成Alexio 杠杠杠 这样 这种形式就可以了而且 不需要去改动这个Spark 不用重新去编译Spark 比如说 你如果是要读取一个 RDD 从S3里面读取一个RDD 本身是这样去写 但是你如果换成了Alexio以后 就写成这样一种形式就可以了 然后Spark本身它就是可以直接这样去承认它 而不用让你再去 去读 不用在你去做任何 不用做这个代码机的这个没什么修改 另外呢 那就是说Spark和Alexio整合的configuration也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 你其实 第一就是说 又有这个Spark 又Alexio的client jar 第二呢就是把这个client jar放到 Alexio的extra classpath里面 让它driver和executor都可以 找到这样的client jar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是其实 要严格说来这个整 和就只有这么一步 就是现在这里的写在这里 放到Spark的defaultconfig 所以关于更多的这个Spark和Alexio如何做整合呢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这个文档 这里是一个更多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 如果我有一个Spark的RDD 它怎么样能够把这个RDD写到这个Alexio里面来 Spark的RDD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一种是一种text文件的形式 一种是object文件的形式 text文件的形式的话 它可能就是写下来了以后 会是一种text文本 然后呢会比较易读 但是呢它比较 会消耗这个space 然后 下一次在reconstruct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有效 而这个save as objectfile 是一种object的一种形式 把这个RDD存成 文件objectfile 那么这种方式呢 其实是非常高效的一种方式 但是呢 缺点是在于就是说这个object的话 就只有这个Spark可以读出来 另外一种方式 下面给出的例子是如何从 Alexio当中去读 这个 读一个RDD到Spark当中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过程也很相信 就是你把这个 当时比如说如果是save as textfile的话 那么你现在就直接是sc.textfile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就可以读进来 或者当时是这个save as objectfile的时候 现在就是sc.objectfile就可以这样 从这个Alexio里面读进来 从Spark 2.0之后呢 DataFrame 开始变成了一个 Spark里面一个非常 popular的一个concept 所以呢 它跟 RDD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DataFrame RDD的很大的区别在于 RDD本身 它是 就是说 没有一个schema 不是认知这个数据的结构化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而DataFrame呢它是本身 就是会 存在一个 schema 就是说你 得到了一个Spark DataFrame以后的话 你也同时知道了这个DataFrame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 schema 比如说有哪些域 你认为是一个表 这个表里面呢 每一行 是有哪些域 它是什么类型的 然后它是 可能是什么意思 然后这些信息 这些原数据 都是存在DataFrame里面本身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构化的一个数据之后呢 特别是在Spark 2.0之后 对Spark SQL这块的一些加强 使得 这些 结构化的数据可以更好的对Spark所利用 所以如果你是做一些比如说 Spark SQL这块的一些东西 一些处理的话 那么很有 可能是你要跟DataFrame打很多交道 那么 从DataFrame里面 写到 Alexio里面是很简单 DataFrame DF.Write.Parquet 这是一个Parquet格式 Parquet文件的一个格式 存储这个DataFrame到Alexio里面去 如果你是想要有一个Parquet文件然后把它导入到了Spark里面 一个DataFrame的形式存在 那么你也可以同样的做 这个 C.Write.Parquet 然后给出一个这样的文件 可以给出一个文件地址就可以了 这也多说一下就是Parquet 是一个 相当于是说 是工业界里面 非常常见的 做劣势存储 结构化数据劣势存储的一种文件格式 它在里面不仅是存有了数据 同时呢也存有了这个数据的schema 就是说这个数据到底是 哪些列 每一列是什么意思 每一列的这个Type是什么样子 都会被存在这个Parquet的文件格式里面 同时呢 这个Parquet这个文件呢 它会有做一些优化比如说 Finture跟Block 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Compression 压缩 所以是在工业界是 大规模使用的一种文件格式 特别是做这种结构化数据处理的 大规模使用的文件格式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一个 比如说ORC法 这是在这个 Hive呀什么之类的比较常见的 那它的 思想也是跟这个Parquet是非常类似的 然后还有这几年呢还有一个新的一个数据格式的Data CarbonData 就是华为在 开源的一套数据文件格式 都是非常类似的这个思想 对应这个结构化数据处理 OK 所以呢 再说一下就是如果我们 如何来 跟 Aloxio做这个 适配做 部署适配 我们现在见到的一个非常常见的 一种 情形特别是一些新的一些startup里面 就是他们会把自己的 计算跑在云上面 在云上面以后 它的数据 它的中端数据一般都是放在 S3里面 就是比如说亚马逊的云里面就放在S3里面 如果是谷歌云的话就放在GCS里面或者 微博的云里面就会放在 Azure Blobstore里面 这种objet store呢就是这几个刚刚提到的三个都是objet store 是cloud vendor 它提供objet store是一个比较 便宜的一种方式来存数据 所以很多公司都愿意这样去存 而且就是说 你不需要运维 你直接需要 更多的容量的话 你就可以 买更多的capacity就可以了 很简单 所以呢 比如说如果是在这套stack里面的话 有两种方式来部署Aluxio 一种是把这个spark和Aluxio 比如说放在不同的机器上 但是呢就是Aluxio可以做一个long running的一个service 然后呢相当于是S3数据的一个代理 Spark需要数据的话就从那里去拿 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是co-locate Aluxio的worker和这个spark worker 放在同一台机器上 比如说你租了一个EC2的machine EC2的这个instance在亚马逊上面 然后你的上面可能既跑spark 同时呢又跑这个Aluxio的worker 这样子的话 Aluxio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spark 从 Aluxio service里面读数据的一个performance 这个就是说 如果你是对performance特别在意的话 或者对这个latency特别sensitive的话 那么这种右边的这个形式是我们推荐的一种部署形式 就是说把这个Aluxio的spark 放在同一些box里面去跑 这样的话就尽量不走网络 我们会帮助你尽量的不走网络 而是使用同一台机器上的Aluxio worker 去serve这个同一台机器上的spark worker 把这个数据cash住了以后就直接走 内存 不用绕过网络去读 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开销 给大家一个 visualize 就是说 在内存里面去读 这个时候很多时候 比如说一些面试的时候可能会考到 他对你这个 大概会有一个了解 比如说你如果从内存里面读的话 大概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一个support 单机 如果是内存里面读的话 单机可以做到比如说上g 10gb 这样的performance 都是很正常的 就是说 取决你多少线程去读 有多少cpu 但是 很容易调到那样的一个 那样的一个level 然后下一个等级就是可能比如说是从 SSD里面去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Elexo也可以去适配 管理SSD这也是没问题的hard disk 但这种情况下可能 就降了一个数量级 可能就是一个 上百兆 上百兆到上 个干gb 比如说SSD 那么hard disk的话可能就会更慢一些 工业级的hard disk 可能是上百兆的这种输出 每秒 然后 普通的hard disk可能会更低一些 然后呢 还有一点 就是说 在 EC2上面 如果你是在亚马逊上面租了一个EC2的instance 那他可能会给你配了一种hard disk 叫做EBS 但这种其实是一种虚拟出来的一种network attached的hardware 它并不是真正的一个本地的一个hardware 所以它的performance就其实会比这更低一些 那个是bottleneck在网络上面 对 这也是一些就是一些小知识吧 最慢的话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你如果是跨网络去读 S3上面的一些数据 那么可能就是一个几十兆 最多上百兆这样的一个数 数量甚至可能会更小一些 如果特别是繁忙的一些时候 OK 关于这个比如说怎么整合呀 整个这些知识点呢 我大概说到这儿后面会给个demo 那么我在给demo之前大家有什么问题 关于 luxio 关于spark 或者是这个 或者in general 这个ecosystem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来回答一下 好 好 范老师我这边看到同学暂时没有问题 然后大家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就是敲到以文字形式敲到这个q&a的这个里面 好的好的 行 那我就切换出来 然后给一个 我会切换出来 然后给一个这个demo 然后我这个demo是一个什么那个demo呢 大家能看到我的桌面吗 可以的 好的 我的这个桌面呢其实是我现在是 在一个在亚马逊上面起了一个cluster 这cluster有四台节点 有四台节点是 跑这个luxio的worker 有四台节点跑spark的worker 看一下 对 这是在 可以看一下这是 这个是这个luxio的一个用户界面 就是web界面 你看一下它会显示出来 我们这个现在大概是跑了 这个应该不靠了 不止八分钟 这是我刚才 刷新一下 跑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有四个worker 然后这个是luxio的一个版本 它总共我让它管理了160G的内存 然后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里面有一些 有一些数据但这数据并在本地 就是一些 我把它对接到了一个s3的bucket里面去 但是并没有 对接到就是数据都没有在本地 然后另外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sigworker 然后这里呢这是一个spark的一个webui spark master的webui 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spark也是有跑了 四个不同的这个worker 在这里 正好这个我们采取的这种部署模式是这种co-located的这种模式 所以spark worker和luxio worker本身是co-located 然后我这里给我们现在做一些比较 有意思的一些小的一些demo 后面会跑一个 可能比较久的一个demo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了其中的某一台master by the way 要不我先这样 我先 我先退出来 因为我现在想跑一个 这个比较久 这个是我用spark 我要跑一个对比实验 是spark直接从s3里面去读spark seql直接去s3里面去读 跑一个叫做tpcds这样一个标准化的工业benchmark 然后呢同时会再跑一遍spark onluxio ons3 对比一下这个使用luxio做一层caching之后 会对这个spark的性能一个对比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一个简单的一个shell的一个wrapper 这个过程会比较久 因为可能会持续 跑15分钟左右 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其他的demo 然后让这个跑着 然后最后可以给同学们看一下这个跑出来的一些结果 一般来说因为s3的performance不是特别的 不是那么consistent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见到一个从 1.5倍到3倍这样的一个性能提升 好了 这个因为要跑一段时间我们就把它压到后台 那我们现在来 来尝试一些跑一些最基本一些aluxio的一些 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命令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首先可以看一下这个从命令行 告诉你原来这里我们已经有个cluster 然后跑了4个 4个worker 什么这样的一些 最基本的东西 然后呢我下面下一步想要跑的是一个 我想把另外一个 我现在创建一个mount这样的一个目录 然后呢我可以把一个另外的bucket可以mount进来 这是这是我一个 在另外一个 SN的bucket里面的一个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看见我把这个 sorry 我把这个bucket给mount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看 就会很有意思的发现这里面多了一个文件夹 叫做S3 因为这个其实对应的就是说是另外一个 我之前预处理好数据的一个bucket SN bucket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 数据的一些情况 应该会有4个文件 这4个文件呢是一些 Twits的一些sample 但是呢我把它 事先 做了一些trum 所以它大小会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是1兆这个大概是150兆 还有一个是10兆和100k的 然后我现在要做一件什么事呢 你可以看来很有意思 我们前面这里有个数据叫做0 就是表示说 Alexia做一个数据的一个虚拟层 一个Archistration层 虽然我知道这个数据在这 但是现在我并没有把它给load到本地 本地的这个Alexia service里边来 但是如果我跑一次 命令之后它就会出现了 比如说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做一次这个cat 这是在做一个150兆的文件的一个全文件scan 然后同时统计 Bunny这个单词出现了多少次 所以可以看一下 一共从 用这个命令可以看出来 我们大概花了8秒左右的时间 做了这个词评的这个统计 然后呢 可以再做一次ls 你就会看到这个文件150兆的文件 现在已经是100%的都存在了Alexia的这个里边 所以这块显示的是一个10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再运行一次 刚才的这个词评统计 就可以看到因为这个数据已经是存在了Alexia本地的这个 缓存当中 所以这个就会变得快了很多就只需要两秒的时间 中间 省下了大约6秒的时间去从远端的S3去读 数据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进一下Spark 来跑一些有意思的一些Spark程序 by the way 这里是一个 因为这是一个我们那个sandbox cluster 就是说 事先安装好了一套 整合好的Spark和Alexia 但是 其实唯一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事 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要 使用Spark和Alexia一起用的话 那么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 添加了这么几个 几个东西 这一行就是刚才写的 让Spark的Driver 知道 哪里去能拿到Alexia的Client 这一行 底下这一行 就是让告诉Spark的Executor 如何让Spark Executor可以找到这个Alexia的ClientJar 然后呢这地方呢 其实是 这个地方其实应该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这里我们在1.8里面都不需要这个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 使用了这两个 需要用到Alexia的一个地方就可以把 Luxia跟Alexia做 跟Spark做一整合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运行一个Spark的Share 可能要花一些时间 我们稍等一下 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Spark的执行情况 记得吗 当时我们是说 我们在这块 跑一个 在背后再跑一个Spark的一个performance test 就是TPCDS 所以你从Spark的这个UI里面可以看得见 现在这些正在跑 跑两个 一个叫做001 001就是一个performance test 同时呢还跑了002 这个就是一个Spark shell 就是目前对应的是这一块 这个Skala的这个shell 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shell来做什么事呢 我想要从Aluxo这块导入一个RDD 好 所以现在呢我就成功的把一个CSV文件 导成了一个RDD 但这个时候其实记住了Spark有个很 Skala或者Spark这块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它是一个lazy execution 就是说 我虽然就是它记住了说 这个RDD这个文件这个变量 RDD变量是怎么来的 但是现在并没有开始 真正的去执行 这个导入这样的一个命令 这样的一个动作 只有当你做下一个 让它做一些 比如说有 sad effect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必须比如说 命令它输出 或者是对它做统计的时候 它才会真正的去执行这样的一个count 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最简单的 做一个count 里面有多少 这个命令就是说 这边有多少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它就会 sorry 那么对 那么对 Intuit data does not exist OK 这可能是这个Path出了一些问题 就是说它并不是直接去我的这个 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到底是去哪里去拿的 对 按Ctrl D就可以从这个Scalar的Shell当中退出来 S3 sorry 我是Mount的S3底下 对 是在这个底下 所以刚才打错了路径 同学们如果对于我这边每一步有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随时来问我 就是比如说这些地方干一些什么事啊什么之类的 你可以看一下刚才那个SparkShell就结束了 所以这块应该显示的是第二个SparkShell 你可以看到002的这个SparkShell已经结束了 因为刚才按了Ctrl D所以退出来了 我们进入一个叫编号是004SparkShell 就对应在Spark这个Cluster里面的一个对应关系 OK 所以刚才这个重新运行一下 然后特别是这里是加上一个叫S3 好 那我们继续做rdd.count 那这个时候Spark就会把这个任务分解成几个不同的几次任务 然后让这些不同SparkWorker我们现在有4个SparkWorker去执行 所以给出结论是说我们现在一共这个文件里面是有157万行 OK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做另外一个rdd rdd其实就是一个文件的set 就是一个dataset 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rdd扩展一下 把原来的每一行就是我生成了一个新的rdd 那在这个新的rdd里面呢 我叫rdd2吧 在新的rdd里面它是从第一个rdd里面出来 然后每一行呢它都把自己再复制了一遍 在这一行 比如说如果是abc 那么在新的rdd里面它就变成了abcabc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时候也是一个lazy的一个过程 它是Spark会记住说 我使用了这样的一种关系来derive出来第二个Sparkrdd 但是它并没有真正去执行 我们可以继续的做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rdd2.count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 它应该是跟第一个rdd是同样的行数 因为我们并没有增加新的行 而只是把每一行文件的这个结果给稍微的增加了一下 每一行文件 文件里每一行的这个内容 变成了两份而已 可以看一下对比一下第一个rdd 我现在运行的一个统计 我现在运行的这个是说 就是做一个词频统计 把每一个词 然后做一个groove by 就reduce by key 然后最后做collect 就会显示一下 最后 显示一下这些 比如说每一个词会出现多少次在这个第二个rdd里面 因为现在这个系统比较繁忙 所以可能会稍微有些影响 但是总体而言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这块的话 就是一个词频的一个统计结果就在这里 然后呢我们下一步就是可以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把这个rdd给存到allaxial里面去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rdd2 运行一个这个 这样一个命令呢 他就会把生成一个目录叫做output 然后把刚才这个rdd2所有的内容呢 就写到了这个allaxial里面去 ok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如果退出 然后呢进入allaxial目录看一下 你看到现在我们生成了两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就是刚才在最后一步 spark这个最后这一步所生成的这个结果 然后这里会出现一个叫success这样的一个标志 就表示这个上次运行是成功的 只有当上次运行成功最后一步完成之后 spark就会在这个输出文件夹里面 添加一个零字节大小的一个空文件 但是名字会叫做下滑线success 表示这个目录是一个成功执行的spark结束的任务的结果 ok 然后呢这边我们看一下看那边的这个benchmark 跑完了没有就是这个对比的一个benchmark 好像还在最后在跑 对我们可以退一下看一下这个log ok 所以现在还在跑这个基准测试 我们可以detail一下 这个命令呢就会一直的把这个最新的输出添加到这个屏幕当中 所以我今天的demo和这个技术内容都已经讲完 大家有没有什么 还最后一点可能会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性能 然后呢对于大家来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问题 这个是我可以来回答 我看有个同学可能问的这个是比较基础的 他问就是aluxo的下载都是free的吗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是一个开源软件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去下载 实际上在我的这个slides里面有下载地址 刚才我现在比如说我正在跑的这个cluster 如果你是有兴趣跑一些spark在上面的话 因为都已经事先配好了 你可以直接去我们的官网上 哈喽我怎么样去打这个地址 我怎么样用这个zoom来 可以在这个chats里面 chats里面可以打到就是给all panelists and attendee 好的ok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这个地方去下载 这是一个下载地址 但是呢如果你想直接比如说跑这个地方 就是已经装好的一个 aluxo的一个这种一套站 包括就是免费的一套下载 你可以直接到这个地方来 你填个这个表就可以直接帮你去生成一个四个节点的这个spark的cluster 它会把你的这个一些login information发到你的信箱当中 你可以利用这个会有些instruction 你follow这个instruction就可以建立起这样一个cluster 然后在这上面play with spark 可以play with alexio 这都是直接帮你装好 但是这个class只保留一天 好的 谢谢分了 应该很快这个benchmark就会结束了 应该很快这个benchmark就会结束了 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这两个直接跑这个行为 但我觉得这其实挺好的一个playground 就是哪怕你其实只对spark有兴趣 也可以利用这个四个节点的spark 跑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小东西 然后知道一下比如说spark本身是怎么去设置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帮你设置好的在这个亚马逊上面 好 我看这边有同学问说这个local memory requirement是什么 可不可以请范老师大概讲一下 local memory requirement 这里面这个问题可能要稍微澄清一下 是说spark的local memory requirement 还是这个login的local memory requirement 要不这样 我先稍微pause一下 然后我待会再回来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结果出来了 你看得出来 跑的挺有意思的结果 左边这一列是这个 amil使用aluxio直接使用spark on s3去跑的这个结果 然后呢第二列是这个使用spark 通过aluxio去读s3 这个数据事先加载在aluxio里面以后 需要的时间的结果 然后呢 第三列就是说有多大的一个speed up 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这个 第一个和第三个大概 比如说第一个 一个是百分之四 差不多百分之四十 一个是百分之六十八 还有第二个呢 大概是一个百分之四百多的这样的一个speed up 所以这边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 然后我现在回来回答一下关于spark的local memory requirement spark local memory 其实spark和这个spark比较吃内存了 大家其实都知道 比如说如果你有120G的机器 那你可能取决于你的这个workload 取决于RDD每一个分配下来 每分配到每一台机上 会做多少事情 我觉得可能有一半左右的memory 分配给spark 甚至更多 其实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分配方式 spark是很吃内存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叫做 冰淘利的同学问了一个 how could we download alexio in windows and runspark in shell 不好意思 这个我其实不是很了解 因为我们自己开发的时候 主要就是macOS和这个叫什么 和linux 所以我们windows并不是我们的一个targeted environment 但是呢 这里我给你看一下 就是说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来跑 就是使用docker 你如果使用docker的话 那就是 这里有一个使用docker的方式 那么就 其实就跟windows什么 没有什么 跟卖没有那么大关系 应该可以在windows上装了docker以后 从dockerhub里面去pull 这个我们的dockerimage 在这个windows机上去跑就可以了 对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说你可以 就像我刚才说 你可以使用这个sandbox 你可以安装一下这个sandbox 然后在这个aws上去play with spark and alexu 然后在这个aws上去play with spark and alexu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会让 或者我会把slides发给hellen 给大家share一下 那里面应该也有我的email 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给我写信 或者是上我们这个 我们有一个slack channel 大家可以去 上我们的官网上面直接点这个slack 点这个地方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是一个 像聊天室这样的形式 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进来问 就可以了 好 谢谢范老师 我看到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正好咱们今天这个时间也差不多 好的好的 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 今天跟我们一起go through 这个luxu on spark的很多 有意思的一些故事和一些technical details 也欢迎大家来尝试使用 luxu在你的这个spark里面 如果大家对这个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跟我联系 另外 我们公司本身现在也是在一个 是一个刚刚比如说 融弯Series B这样的一个阶段 是一个初创公司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给我投简历 我也很高兴 特别是如果是大家对做这个 比如说稍微偏基础 基础设施一些底层的一些 分布式系统有兴趣的话 也欢迎你跟我联系 我会跟大家介绍给我的 我们的这个HR 好 谢谢范老师 好的 谢谢 我们今天讲读就先到这 好 再见 大家周末愉快